35岁的前UFC女子草量级冠军 异形女王乔安娜比耶·德尔泽 希克·周安娜·杰德·杰奇克准备复出八角龙 然而由于她严重受伤 最终复出计划被迫推迟 乔安娜计划在今年1月份复出八角龙 直到受伤被迫手术 破坏了她复出八角龙的计划 2015年3月 UFC185乔安娜第二回合TKO了饼干怪兽卡拉·比埃斯帕扎 成为了UFC女子草量级历史上第二任亡者 从2015年夺冠到2017年失去冠军之间 乔安娜连续未免过五次 是迄今为止女子草量级历史上未免次数最多的冠军 她击败了佩内·瓦莱利·莱图尔诺 劳迪亚·盖德哈 卡洛琳娜·科沃·克维奇 杰西卡·安德拉德等很多高手 2022年6月12日 在新加坡举行的UFC275比赛中 张伟丽在与乔安娜的二番战中 张伟丽第二回合转身一拳打中乔安娜面部KO了对手 赛后乔安娜累撒赛场结束了20年生涯 并以16胜五负自豪的战绩宣布退役 她表示自己35岁了 想当一个母亲与普通人 输给张伟丽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八角龙赛场 但这位波兰明星现在透露 她今年早些时候一直在刺划付出 乔安娜透露 她原本计划在1月份的时候付出八角龙 为此她就一直带着这个想法在健身房锻炼 我在1月份回到了美国顶级团队 因为我正在寻找付出的机会 但自2020年以来 我受了一次非常严重的伤 情 况变得非常糟糕 所以我不得不接受手术 我必须在接下来的5到9个月里做理疗 恢复状态 然后回到运动中去 这位35岁的退休后 涉足商界的前冠军是否会在未来卷土重来 仍有待观察 但是她补充说 她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参与这项运动 我不想成为一名教练 但是我很高兴看到自己在帮助他们并与他 没一起训练 因为我将永远的训练下去 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 当被记者问到是否会进入UFC名人堂时 她说